我剛剛有提過有一本參考用書 那本參考用書裡面 基本上呢 他會有另外一套的安裝方法 他可能就是說他會 不直接安裝那個Python 他直接裝那個 另外一個那個 一個 算是套件的管理的一個 打包的那個叫 Aka Home 那個Aka 那個那個東西呢基本上 也可以可是說他缺點就是說 他幾乎把所有東西都打包了 那相對的他的 檔案非常大裝起來可能 我看好幾GB 那所以呢如果你將來呢 假設你剛開始根本用不到 你其實不用裝那麼多 所以第一步的話我是建議 請各位呢先到那個 Google的 也許你搜尋一下Python 那Python裡面呢 第一個你可以找到他這邊有一個 Welcome to Python 然後你把它點擊之後的話 這裡面請各位第一個先把那個 現在目前最新的版本 是3.7 可以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可能可能 待會會有一個問題吧 就是說 他的檔案 如果大家一起下載的話 怕等一下會不會 會有塞車的問題 如果等一下速度可能太慢的話 那不就是互相吧 如果有的同學動作比較快的話 先下載 那旁邊的同學先不要下載 乾脆用隨身點call一下好了 或者用網方一下 我怕等一下可能會有那種 塞車的問題發生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因為我剛剛已經收掉比較快 預先先把它下載 下載到下方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叫 這個python3.7 安裝的方法其實相當簡單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安裝有些細節要注意一下 不然你會發現 這個檔案它會顯示出 它是32位元的 OK 那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網方 如果可以我乾脆 就把它放網方給你們下載 只是說這邊因為新電腦 這邊一堆電腦 等一下看一下有沒有辦法把我的東西 分享給你們 這樣的話 其實可以 少浪費一些頻寬 那安裝的方法 其實大概就一般 執行起來 那可能有些細節部分要注意 第一個你安裝之後的話 它會挑這個的話 當然你特別注意 請千萬不要直接點上面 因為我們 我們 我不確定我們這邊環境有沒有還原 但是如果會還原的話 請記得 不要裝在C碟底下 即便是我自己電腦 我也都不要裝C碟 因為到時候很麻煩 而且它裝在哪裡呢 它裝這麼一長串 C碟底下的 User使用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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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光要找到路徑就頭暈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建議 你乾脆裝在D碟底下的根目錄 名稱呢也許叫什麼 Python的3732 那所以記得 點開來 請注意 不要點太快 第一個請注意 這個地方 請你用手動安裝 給它一個 自訂的目錄 OK 第二個的話 請注意 這邊有個叫 add Python 3.7 to pass 這個請記得要打勾 因為同學 之前常常 忘記勾 忘記勾 你就沒有pass 沒有pass 後面的話 你要做一些後續的動作 會發生問題 所以請記得 兩件事情 第一個 先打勾 第二個呢 選這一個 不要選錯了 選錯的話 可能就麻煩了 你可能要再重買一遍了 然後打勾之後 問你說要不要裝這些東西 裡面包含就是你的那個 說明文件 Documention 不過Documention 其實你會發現 不裝也OK 為什麼因為雲端上面就有了 這邊有個Documention 意思是說 你要怎麼去使用Python 的官方一手說明 全部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自學的話 這邊有個Documention 其實3點 我們學的是3點差的 2點差慢慢已經比較少人在用了 慢慢轉移都3為主 所以呢 你如果想知道裡面所有的 相關說明 這邊都有 有沒有 他說什麼是 Python 然後他裡面的相關的reference 不過呢 他都英文的 頂多是上面有什麼呢 有法文 有日文 還有 韓文 但是就是沒有中文 那如果 因為我講過這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是沒有人給你薪水 可是有人卻願意幫忙翻譯 像日本人有 韓國人也有 那會不會有人 有一個台灣人 幫忙翻譯 然後寄給Python 跟他講說這個是 繁體中文版 以後會出現一個 什麼版 他再加進去要加什麼 台灣 對不對 這樣 或者是 叫 Chinese 好像也 不是 OK 反正就是給一個 至少你看得懂的版本 裡面的話呢 所有的相關說明都在這裡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 這邊有個library 就是韓式庫的相關說明 其實我們要教的東西 其實都在這裡面 只是說呢 我們當然不可能 照本宣科啦 這樣的話 應該會學得很長 所以一定是 教你 怎麼去做啦 反正可以做出結果來 為什麼會這樣做 答案 細節都在這裡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裡面都可以找到答案 其實不管是Python也好 哪一個圓都 都一樣 Java也一樣 你找Java也有一個Documentation 也是英文的 所以以前呢 我們怎麼學 其實我大部分呢 找答案都找官方的 所以很多時候都要自己 K英文喔 不然的話 Google啊 找到的東西 都是片段的 然後很多人有的時候 貼一些程式run 還run不出來 而且現在有個 比較麻煩的問題 因為他有分成 這個 3.7有沒有 另外的話呢 他有2點多的 那這兩個版本又不相容 不相容的話呢 就會造成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 你Google到的程式喔 他也不會跟你講說 我是用的是2點X的 還是3點X的 但是你一用可能run不出來 為什麼因為 版本錯誤 所以這大家會有這些問題 那我們第一個呢 先把這程式 安裝 然後NAS 路徑改一下 特別說 剛剛的部分喔 記得這邊喔 選這一個 然後到這裡的話呢 把它改 改什麼呢 我基本上把前面這一串喔 刪掉好了 把C疊改成D疊 OK 除非你的電腦裡面沒有D疊啦 不然的話 我們理論上 我就把它放在 D疊底下的 Python 37 32 32是32位元 37是他的版本 OK 所以就放在這個幕屋裡面 按個install 這樣的話恭喜你喔 你如果完成到這裡的話 你就已經進到 第1階段了 你就有Python的環境 而且 已經可以寫Python程式 但是呢 如果你裝好 他也會提供給你一個編輯器 可是那個編輯器跟 記事本差不多 就是你打程式 所有的也是可以在上面打 也可以存檔 但是呢 就是黑白的 就像說你要 文書編輯嘛 沒有人用記事 他用Word比較多啦 為什麼因為他裡面是彩色 可以填很多東西 做排版 那所以呢我們會需要 另外一套 開發環境 那目前喔 當然 開發環境用的比較多 像考試喔 如果用那個證照考試 他沒有用也可以不是 他用另外一套 叫 Spy Spider OK Spider 那你找一下啦 其實Spider這邊也有一些 下載就是這個軟體 但是這個軟體的話 之後也會講到啦 我想大概知道一下 可是我覺得 首選喔 我還是建議 用那個 Eclipse Eclipse 他的好處是 我將來 我在整合上面會比較 比較容易一些 比如要建專案 然後要存檔 我都可以放在一起 然後並且我要做一些後續的 延伸性 像延伸到那個Jungle 也比較容易一些些 然後他裡面有一些圖形畫 就是用點的用選的 就可以把事情搞定 參考也比較多啦 點下去 自動就會秀一些東西 訊息提示也比較多 另外當然也可以除錯 那只是說呢 要怎麼把 第二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Eclipse 所以如果 記得他的網址是 www.eclips.org 但你 好像如果點的嗎 打那個 Eclipse 應該也會出現吧 Eclipse Eclipse應該翻譯 中文應該叫什麼 日時 是不是啊 日時 太陽被吃掉 那個日時 那當然好像 那個 Mitsubishi有一台 一款車叫 Eclipse 只是說 Enter的話 我看一下 應該排第1個 好像 也就是 啊對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你打 Eclipse 搜尋 Download 有沒有 所以特別重要 要不就是你 在這邊 輸入那個 Eclipse 的 官網 www.eclips.com 是點ORG Enter一下 那裡面的話呢 記得 Download 我們要下載他的環境 那Download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他會讓你選 你要的版本 所以你往下Download 往下卷動 找到這邊Download 不過我建議 因為好像Python 他是32位元的 所以呢 我建議啦 你安裝的話 請你選下面這個 不要選64位 選下面這個 Download Packages 這個 那這個 點擊他之後的話 進到裡面呢 這裡面當然 他有 For什麼 像 For++ CC++ 也有ForJava ForJava 這邊有個 ForJava 那理論上 當然 這裡如果 已經有 Python 的話 更好 不過目前剛好 還沒有 完全 ForPython 的 所以呢 怎麼辦呢 我們如果要用他的話 有個方法 裡面好像應該 有 ForPHP的 但目前還沒有 ForPython 看一下好像沒有 沒有的話怎麼辦呢 請你先選一個 我們拿來做修改 改成可以 寫Python OK 這個 怎麼做 第一個 找到那個 這個 ForJava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我記得 好像他的檔案 是最小的 159 請注意喔 下載的話 請你選擇的是 Windows 而且 請你選的是 那個 32 12 因為主要原因是 我們配合那個 Python的版本 把這個 點下去 他就開始下載 不過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下載這個 檔案大小 我記得好像也不小 他這個是325喔 就這個 下載下載的 OK 那325 好像如果 每個人 都要同時下載的話 也是會是一個問題喔 所以待會喔 如果說你跟你旁邊都同時要下載 你乾脆就是跟他複製 複製過來好了 那把他下載之後的話 這個 軟體不用安裝 他是 免安裝的 你只需要按右鍵 把他解壓縮就可以了 解壓縮致詞 但是我建議啦 你可以先把這個 先複製一下 那因為我 將來要放在低疊底下 所以請你把他放低疊 把它貼上 貼上到這裡之後 再把他解壓縮致詞 OK 那解壓縮致詞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 幫我產生一個目錄 叫 Eclipse OK 那其實解壓縮就可以了 解壓縮致詞 那他就花一點時間 他是不需要安裝的喔 所以你解出來之後就已經可以打開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環境的相關其他的設定 那我把那個環境 還給各位 記得喔 剛剛兩件的時候 1 Python這個比較小 2的話呢 Eclipse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已經可以了解釋掉 那是 我們下次再看 我可以了解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